接下来我们继续完成这个平顶造型天花板 我们现在在上试图 同样的概念我们继续完成 把那个厨房空间把它做一次 那如果这个地方看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把一些不相干的图层先关闭 比如说我们在天花板 因为我们现在的目前图层在零图层 所以零图层刚好做一个line 001 这个应该是指这里 所以你看我就选它 就这一段 那我们等一下再命名好了 好一样在零图层的情况下换这里 那你可以先把一些这个锁点先关闭 锁点先不要开不然它乱锁 好同样把那个天花板先关掉这里 就这个图层先关闭 这样比较简单 因为打开的时候会有这些线 同样你把它关闭 好那我们就剩下这个灰色的线 那我们的天花板就是从这边开始 因为这个地方是走道间 那走道间其实你也可以延伸过来 你也可以把走道间的这个模型把它截掉 然后延伸过来这样长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这样太复杂 同样我们直接用秒的比较快 好所以同样你按这个 按这个东西 然后选择线 当然你 有同样说可不可以用矩形去做 可以你用矩形去做 但是你要不点 就是你要给它增加点 因为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转弯 没关系我们还是用线好了 好那很简单 同样就这个太占一幕 就过来一点 好所以随便点一个点出发 那我们在外面出发 然后序盘主放给它正交 序盘主放给它正交 注意哦 如果你碰到结构凉的话 它是外露了 所以在这边就是来放它一下 同样在这里 在这里 因为这个是墙嘛 然后在这边碰到凉 那就不要下去 因为这个凉是外露了 所以点这里 点这里 好那往下 往下的话就是 序盘主放 这个应该是到结构墙 所以在这里 序盘主放到这里 吃进去 好左键 然后过来序盘主放 这个这里 序盘主放 shipper键 好那往这里 吃到墙 放大 到这里 好那把它出去 点它 因为我们要吃到墙体里面 好再把它封闭 点这个closebri yes 有没有就像这样 好 再这个把它切起 所以结束命令右键 那我们回到那边修面板 按它选择vertis 好 OK 你可以先把它切起 比如说你觉得 这一段跟它对起的话 那你就选它 好 好 接下来按锁点 那一样确定它是vertis 这没问题 好 然后再来就执行 eliskam chain的这个锁点 这我们要选的是X轴 所以按了一个轴 那我们就对X轴 拖曳 按左硬方拖曳 然后拖曳到上面这个点来 这样就切起了很简单 好 做完就结束锁点了 不然它会乱锁 OK 好我们再微调 把这里选起来 好 吃到墙也不用太多 像这样 就是 我意思说 这个线在外面 然后碰到这个墙 然后吃进去 就叮到里面 这样做 OK 好 空位处点一下 好 换这里 把这一段选起来 好 这个这样对 团体要这样过来 为什么 因为来看一下 如果把天花板打开 你会发现我们 这个颜色有点深 所以我改亮一点 然后选它 把这颜色改一下 好 有看到吗 这边会破一个洞 所以团体它这个 一定要吃到天花板里面 但是不要吃太多 不然它会交错 好 团体就直接把它 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这样可以 高度都是 高度调270都一样的 当然这个做法 其实这个面会 会有重叠的小错误 所以 如果你要完整 不要错的话 就是 把这个走到的这个 模型 再给它布线 布线把它长进来 长进来就一体成型了 因为它就本来就是 从这边进来 因为它这个地方没有门 你也可以这样做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团体我们就是 就这个地方稍微交错 没关系 好把它选起来 然后这里调一下 团体这样是破洞 团体要到那个结构墙里面 OK 好 再选这里 这样就对了 团体这个不是 团体这两个 现在是那个 木座熟纳鬼 所以 不是 好 然后再就是把 把这一段选起来 就这两个点 然后你放大来看 这样 好了 最后那个结构量 吃到量里面就好了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 非常简单 那我在这个做完 等下在这个地方做一次 做三次就比较熟了 好 团体给它下指令 所以你回到 LTNZNW 你回到3D 给它 给它高度 给它高度 所以这个地方给它一个 270 高度 Enter 它就上来 好 那给它挤出厚度 所以 Modify面板给它下指令 你刚刚不是这个地方给它高度了吗 然后再来 就这个地方给它下指令 好 所以我们给它下一个叫 itTrue 所以打1 那我们找一下 挤出命令 itTrue 它会记忆之前的动作 正常的 就像这样 好 那你把它编辑多边形 所以按右键 有一个叫做 Convert to A6 Polygon 这样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编辑多边形的Vertage 选起来 好 把上面这些点呢 把它选起来 这样 选起来 好 那一样你给它 你给它对到一个 这个 这个楼板 整个结构体的 这个高度 好 所以同样就 按这个锁点 然后打开这个锁点 然后我们调Z走 你可以按这里 或者点它也可以 反正点它之后再过来 按着左边放拖曳 然后锁这里 像这样 双面建模 把它填满就对了 好 然后解除命令 空白处点一下 解除命令 好 那我们看有没有破洞 你看这里是不是有问题 这边看错了 好 所以这个天花板就破一个洞 所以你按下 Vertage 那我们 我们 来看这里有破一个洞 好 我们打开四个四波 来比对到哪里 那里有问题把它放大 所以你看这看错 这应该在下面才对 应该在这里才对 好 所以同样你可以把这个点 选起来 然后这个不要锁点 锁点关掉 不然它乱锁 好来 往这个 歪走这样推 把它吃进去 这样就对了 OK 把它吃进去这样可以 好 这样 我们这样搞定 OK 好 那做完的话 我们换哪里 换 换这个 这个公共卫浴空间 好 这个结束了 那我们回到上试图 继续 那接下来 一样画葫芦 把它做完了 所以你就按这个Line 然后注意 它这个门上有结构体 所以你要往内描 好 点它的序盘怎么办 当然啊 你如果一开始呢 不想去瞄准 这样很累 在外面画 但是看一下它的造型 它应该是 它应该是这样 然后这样 可能会这样 所以就画出一个这个造型 然后再微调就好了 通常我们都这样做 比如说按线 左键 虚弯者不放 像这样 左键 左键 然后再过来 左键 然后把它吃回去 左键 好 Close by Yes 好 那这个地方先调完 所以你回到Vertes Vertes 再把这个 这个看不见的话呢 滚滚滚一下 然后把这个选起来 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按 SAMP 就是锁点 然后打开这个锁点 那我们应该是 AXO的问题 所以AXO 按了左运方拖曳 跟它锁在一起 这样就对了 好 然后锁完之后 它也结束锁点 锁点 好 开始微调Vertes 比如说 先把这两个点选起来 你就随你也习惯 要吃到墙里面 好 这要吃到墙体 这里 好 然后再把这个选起来 再往上 然后我们吃到墙里面 好像这样 这样就对了 OK 好 再把底下这个 这个选起来 好 我们吃到 注意哦 这凉外漏 所以吃到结构凉 这样就对了 这边结构凉 因为结构凉它是270 所以外漏 好 再把这个选起来 那我们吃到结构凉 这样 这是凉线 凉线 然后再把这两个选起来 这也要到结构柱 这里 然后再把这两个选起来 然后吃到结构柱 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沿着到边缘去描它 好 那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继续延伸刚刚的做法 我们看 好 所以这个 这个 诶 我们刚刚那个没有 我刚刚那还没调完啊 我看一下 我先把 我先看一下这里的图 LINE001 这个 然后这个 LINE002 诶 刚那一段 那一段是不是 好 所以同样做法就是 这个是刚才 的2D 然后 这我们现在2D 好 没关系 我们把刚才这个2D选起来 给它高度一样 270 270 Enter 然后上来看不见 给它挤出厚度 打 打 1 有 它会记忆自己的动作 好 没关系 那我们一个做好 那这个 这个 不小心关掉 这个 做 这个删掉一个 你留一个就好了 你不用 你不用全部做 因为 因为它这2D 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留一个 按右键呢 选择 这个 convert to ed polygon 然后选择 vertis 好 把这个 这边点选起来 再执行锁点 点这个Z轴 把它锁到边上 这样都可以了 好 换底下 我们刚刚做完的这个 厨房的这个 平顶照影天花板 一样的 突然你给它270 然后再给它挤出 it true 好 这个锁点先关闭 等一下 我们先打开 好 那你就一样把它转成可平顶 的这个多边形 选择vertis 把上面点选起来 好 选起完毕之后 突然你 这个锁点的情况之下 再做一次 突然我们按这个 Z轴 然后锁到 上面 找一个那个旁边 比较不会锁错 好 以上就是那个双面建模的方式 就整个都把它填满 我们往下看 就像这样 好 但是呢 命名呢我们改一下 它有三个嘛 是不是有这三个 好 突然那这三个 我们一样 选它的名称 然后改 改它的那个空间 好 把这三个选起来 就是你选第一个 序班族放到 这里 我们按右键 Rename 好 那基础的名称呢 BestName 一样啊 就是给它天花板 模型 那 Number 打勾 这个BestNumber 这个地方给它1 然后 Step 就是每次都加1 从1开始每次加1 按 按这里 你把它图会变这样 OK 好 那我们给它改名字 当然 可不可以1234567这样 按照那个 它的 你要的号码去 去计算 不用去写空间名称 当然是可以啦 因为现在我要做清楚一点 所以 我做完之后 我就直接给它改名字 所以1 上面这里 选到你看它亮起来 或者说 你点它 点它之后它亮起来 然后 我们就先关掉 好 然后你就左键轻轻点一下 这个把它命名 所以DASH 主欧是卫浴 好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应该是指 指这边啊 所以 昨天清晰点点一下 把这选起来 DAD 好 给它打那个 厨房 再第三 第三应该是 这个 公公卫浴 也许你的数据跟我不一样 你可以选到它 然后去改 就是要空间的那个位置 配置 好 然后做完就把这三个 就凝图层的这个三个天花板的 选起来 然后把它拖到这里来 放开 有没有 然后模型就全部进来了 我们看一下整个关整个开 整个关整个开 要把这样对了 好 那结构楼板就像把盖起来 就像这样 这个就是双面建模 比较没有什么效率 可是因为有 有的时候你工作上需要双面建模 就是可以这样做 好 后半段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单面建模要怎么控制 大家先试试看